本来呢今天是想做一个想举敏的开箱加打腮红的教程 但是没有想到在录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现在它的腮红就上好了 那我就再来简单的演示一下 首先呢腮红的选择上 我用的是NARS的一款颜色比较淡的腮红 色调是偏粉橘的感觉 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亚光腮红都是可以的 闪粉的腮红呢可能会让脸上显脏 深色系呢就可能会导致下手偏重 那么其他淡色基本上都可以 如果想要自然一些偏肤色的话 就可以选择橘色的腮红 或者橘色哑光眼影 如果想要可爱粉嫩一些的话就用粉色系的 刷子呢用中号小号眼影刷都是可以的 对于15厘米的话来说这种大小差不多 20厘米的话可以用大号的眼影刷 身体部分可以用腮红刷 前提就是刷子必须要洗干净 不能让之前残留的眼影之类的沾上去 会比较难清理 之前腮红打的位置我的教程已经说过了 主要就是脸颊身体这些地方 因为它已经上了腮红了 我就大概演示一下 沾取腮红的话呢是少量多次 稍微把鱼粉抖掉 脸颊主要是眼睛向下45度这个角度 从眼睛的边缘向外扩散 涂成一个大概四分之三圆形的状态 然后边缘一定要晕染的自然一些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这种带有腮红袖线的地方可以着重一些 嘴巴也差不多是这个原理 主要就是从袖线向外晕染 小吉敏它嘴巴是嘟嘟的 那么着重就涂在下嘴唇的位置 主要是依据娃本身的长相来判断腮红打的位置 耳朵呢教程里有写就是 脸颊和耳朵的连接处 以及耳朵的侧边 刺的地方打上 四肢主要就是这种 手和腿和身体的这个连接缝处 适当的带一些腮红 会让身体的颜色看起来更自然一些 还有就是四肢 四肢的顶端 这种地方就可以拿稍微大一些的刷子 从中心向外辐射运开 现在它还只剩下 小屁股没有上色 那我们就来上一下 屁股的话 就是把它给这样垂直的放着 从中心向四周这样运开 这个缝可以涂得深一些 这个刷子有一些小 但是不影响 其实这个腮红颜色可能略有一些大了 它现在这样打的腮红 肉眼看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如果拍照的话 可能会不太明显 所以大家可以着情选择 或者你不想要太夸张的话 你可以用淡色的打腮红 但是拍照之后 拿修图软件给它加深 都是可以的 差不多这样就好了 这样的话肉眼看是很自然的肤色 拍出来的话会比较淡 但是也是能看出来的 这只小橘是我在咸鱼上收的 提前让卖家拍了视频 所以它的脸都是很正的 侧面看特别的多 就是这样了 谢谢大家